我明天要去我第一场的大学美式足球赛 哦 很期待哦 超期待 对啊 我们学校橄榄球 美式橄榄球的 然后他们 他们学生都免费 超好的 哦太酷了吧 对啊 虽然说我完全看不懂 你看到一堆人在暴冲 然后撞着就撞去 啊 就好 然后找别人叫你去跟着叫 真的没错 反正跑到另外一边 我就知道是得分就对了 没错 不要看错就好了 对对对 要记得我们 我们球队是什么颜色 记得就好 对对对 欢迎来到 W篮球播客 我是主持人Wendy 我是雨珊 ��는 我们立 PAL 我们队 都可以 不 interconnected 扣 画� invis 不停 字幕 欢迎回到W篮球播客 今天我跟雨珊想跟大家分享 我们以前打Fever 3对3的一些经历 因为我们有打过有几个不同的比赛 然后其实Fever 3对3的规则 跟大家一般想象中在外面打3对3的规则不太一样 所以可能第一个可以想到的就是进攻时间吧 雨珊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觉得3对3现在就是算蛮盛行的一个运动 然后它的特色就是在于它比赛时间大概只有10分钟 然后你的进攻时间也只有12秒 再来就是它先得到21分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但是也不要想说21分很容易得到 因为3对3其实它的进攻时间短 所以你在决策上要决定的非常快 所以也是失误比率会蛮高的一个情况下 你要去得分这样子更考验球员的能力 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么短的进攻时间之下 你要有高强度的防守 然后要有准确的进攻 所以这也是3对3的另外一个特色这样子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得分的话是2分1分 就是3分的话是2分 然后就是3分线以内算是1分 所以其实这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吧 因为这个规则我觉得其实改变了很多球员或是球队的那种策略 因为毕竟3分球就算2分了 就是已经比你上篮或是你投中去的得分大了一倍 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FIFA的比赛 会发现很多球队会倾向于就是去利用3分线来进攻 对而且还有在犯规上 就是它是用团队犯规去累积的 它不会用个人犯规去记 那满7次的话才有就是加罚的机会 而且加罚呢就会平常是罚球罚一球 但是加罚状态的话它会罚两球 所以其实你罚完球就等于你投了 你如果两球都紧就等于投了一颗2分球 所以其实球队在最后追分的情况下 通常大家都会使用犯规战术 但是3对3的话其实也不见得会使用犯规战术 对对对没错 因为如果你的犯规在一整场比赛控制在加罚的以内的话 可能才会有球队去做冻结时间 利用犯规做冻结时间 要不然的话很多 因为进攻时间其实很短就12秒 很多球队其实会宁愿让另外一队去进攻完 再去就是拿到球权的样子 所以3对3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 跟5对5或是跟大家在外面打3对3 有非常多不同的规则跟一些小细节 那其实我跟雨珊我们有打过两次嘛 同队的话我们打过两次的比赛 嗯是一次是蛮久之前的 国泰的3对3是多久 3年前吗 3年 3年还是4年前 对 哦应该3年前 嗯 然后跟去年的Absolute 3对3 这两个比赛都是用FIFA的规则 然后国泰的话 因为国泰的NBA3对3 它跟Absolute的形式比较不一样一点 Absolute它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每周都会 每周都在不同的地点举办3对3的比赛 然后他也会在每一站做一个冠军这样 他会打旋环 然后最后会有每一站的冠军 但是国泰的话 它是可能一开始的话会有很多支队伍 然后最后就有一个总冠军 所以其实 对 呃 想 你记得国泰那时候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 你觉得 比较特别 我觉得预赛的时候 其实就那种跟决赛的心境不太一样 因为你预赛你只要输一场 你就打包走人 然后进决赛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先打了一个三角的循环嘛 然后他是去 取两队进八强 所以其实那时候的压力还没有大到像 一开始预赛那样输一场就没了 嗯 然后我们进决赛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都蛮幸运的 因为我们比分都超近 然后我们几乎每一场都是延长的时候赢的 对对对 然后真的 那时候 好像也冠军赛也是 对冠军赛也是 就是 因为在Fever Fever三对三还有另外一个规则 刚好余珊提到我们决赛 就是如果两队平手的话 然后时间结束 他是没有加时 但是他是以比分 先得进两分就是赢的整个比赛 所以其实到了 算是延长赛的话 那个压力是跟 就是可能压力跟决策都跟五对五差很多 因为你如果头一个三分进了 就是等于比赛就直接结束了 比赛就结束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三对三很特别 然后很 就是以球员的角度很刺激 但是就是很清新吧 我觉得 对对对 而且跟外面斗牛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外面斗牛你洗完球 第一球 他大家通常都是要传出去的 但是Fever三对三不是 你只要洗完球 接到球的那一刻 你就可以马上进攻 所以如果你一个不注意 他就直接在你头上拔三分的话 可能进入延长赛 两分进了 那场比赛就结束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 他有洗球的规定嘛 就是洗完死球才会做洗球 然后如果只是得分 如果对手得分进的话 你是直接拿球 然后就可以运到 传球或是运到三分线以外 就可以直接进攻了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 让比赛节奏加快的一部分 因为不是 每次进球后 他就直接进到下一波 转换进攻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这也是大家 就是三对三转换进攻 我觉得在比赛上是蛮特别的 对因为很多球队都会特别练这个 是因为他如果在第一拍 对手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 他去进攻是最大的机会去得分的 而且常常会因为进攻失位 就是在三对三 假如说今天有一个球员 他去做上篮 然后进的话 在转换的时候 他的位置可能要从 就是篮下跑到三分线 去做防守 所以那个有一个时间差 跟一个就是错位的机会 我觉得那是很多球队都满场利用的一个进攻时间点 我觉得像我们之后打Absolute的时候 我们自己也慢慢有抓到那个节奏 一开始可能还不太习惯 然后就会想说 慢慢运出去再开始 就是部署 我们要打的 但后面其实发现 因为你接到球的时候 时间的已经 12秒已经在倒数了 所以你如果慢慢再运出去 然后再做一个hand off 然后再挡人的话 其实已经没有剩多少时间可以进攻 很长 都是进攻计时期到了 然后我们没有有好好的出手的机会 然后就要转换球权给对方了 对对对 其实你提到这个就让我想到 我们那时候打国泰NBA33的时候 我们其实完全没有练 就是我们没有做什么战术的一个 就是我们在策略上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我们其实就有点算是乱打吧 我觉得我们有点瞎闹的那一种打 因为那时候 那时候三对三好像 也不是到很盛行 然后我们就想说 两分比一分还多 所以我们其实好像传出去 就乱投 我们两秒就进攻了 真的 我那时候 其实你刚刚说到我们预赛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们预赛的时候 比那个复赛的时候还要冲 我们就是每一波都是要拼了命的 去得分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反而到了复赛就是 是八强吗 应该是八强的时候 还是十二强 忘记了 好像十二强 就是决赛那一天 就是十二强的时候 我们打那个循环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傻 对对对 我们就好像比较和平了一点 就知道要怎么样的 打三对三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因为其实预赛那时候 是我 你配云还有洛琪嘛 对 我们三 那个之前也没什么练 三对三的一些战术 最后是洛琪还没来 哦对 第一天吗 没有 他预赛整个都没来 然后他决赛来了 笑死 所以预赛我们是三个人打的 对对对 三对三可以抱 就是一队可以有四个人 然后有一个人做轮体这样 然后我们那时候有抱四个人 但是第一天我们有 我们只有三个人打 所以其实完全没有 其实还好啦 我觉得 对 因为预赛那时候 其实场势很少 我们好像只打了两场还是三场 对 然后就进决赛 因为好像有遇到 弃拳的球队 然后我们就一直往上 一直往上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次还算幸运啦 如果真的遇到强的 然后我们只有三个人 可能就比较 比较危险一点 但是那时候刚好 打的都还蛮顺的 对对对 那天的运气蛮好的 而且我们还 刚好在下雨之前就打了 没错 然后他下午突然暴雨 你记得吗 真的炸暴雨 直接这样 而且他那没有遮 没有遮的 他全部都一直从旁边这样 飞进来 对他 他其实有遮 但是他没有遮到很彻底 所以你旁边就会开始慢慢的湿 然后他的那个地板 三对三的地板又不是像 就是木地板那么舒服 因为他是 他是塑胶的 想要营造一个那种 就是室外场地 所以他是用拼起来的 我觉得就很像那个 浴室的那种 浴室 浴室 我觉得吧 每个人都说地板很像浴室 笑死 对啊 真的 然后 其实那天 下雨之后 他们 停了之后 好像有其他队继续打 但是就 我是看到蛮危险的 因为地板就很滑 然后蛮多球员滑倒 所以其实 我觉得就是 三对三的话 也是很看气候 就是气候会影响球员 然后也会影响比赛的质量 我觉得 对啊 会气候是 我觉得蛮影响 整个场地的因素的 很大的原因之一 所以其实 在那种比较干燥啊 然后 太阳比较大的那种环境 我觉得比较适合 半三对三 因为 你不会突然就 下雨啊 或者是 太潮湿 然后地板反潮 这样子 其实 打球真的是蛮危险的 很容易滑倒 或是 增加受伤的 几率 嗯 然后其实球员也没办法 就是 达到他们 最佳的那种 速度跟 就是 在 因为 大家怕滑 就会不会 那么用力去 可能切入 或是去跳 所以其实 我觉得 在 就是 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也会影响 不只是影响球员 然后也会影响 比赛的质量 我觉得 会差蛮多的 对对对 因为一方面 球员也是要保护自己 不可能因为那 十分钟 断送自己的一生 嗯 而且 我觉得 三对三 比较特别就是 它一般都是在 室外进行 然后 室外的话 你知道 有时候会下雨 然后 有时候太阳很大 可能 你今天 你的赛程排到中午 然后就是 太阳就在 正头上 或是 你可能被排到 两三点 然后 那太阳刚好在 篮筐后面的时候 就 就会很 影响 整个比赛 对 还有投篮 如果你刚好在 那个 信仰的时候 然后可能 左边45度角 要投篮 就有阳光在那边 你就 在整场比赛的时候 你就想说 你要避开 左边45度角 不然你那时候 投篮根本就是 可能闭着眼镜 投的吧 对啊 对啊 其实我看到 有的球员现在 好像会戴 那个 墨镜 墨镜 对啊 其实 我是觉得 我可能以后 也不会再打这个 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 在外面 太阳太大 我觉得 墨镜应该是 蛮有帮助的 要不然真的 那太阳真的很刺眼 对啊 可是我觉得 你戴眼镜 你如果平常 没有习惯戴的人 你可能会 感受会 有差 会影响投篮 这也是有可能的 对啊 反正就是 都需要适应 然后 另外一个 我觉得 另外一个气候影响的话 最大的应该是体能吧 因为 我跟宇珊 都是在台湾的暑假 打 FIFA三对三 那当然 各个世界各地都有 举办三对三的比赛 然后也会在 一年的各个时间 去比赛 所以 他们可能 其他球员可能会遇到 很多不同的状况 可能太冷 太热 这些的 但是我跟宇珊 只有经历过 台湾的炎热的暑假 对没错 宇珊你觉得 你觉得在 就是 你会怎么去调配 你的体能 因为 我们那时候 特别是 我觉得特别是 国泰三对三 因为我们那天 其实决赛的时候 决赛跟曝赛是在 同一天打 所以打蛮多 场的比赛 然后 我记得那时候 真的是超级热 就是 虽然有一个遮阳的 屋顶吧 就是 风雨的遮阳 但是 那个整个气候 是真的 热到爆 对啊 我觉得 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多喝水 然后可以休息的时候 赶快去阴凉处 好险旁边是 星光三月 我们别的比赛的时候 我们都下去吹冷气这样子 还吃乌龙面 但是 没错 我每次都吃那些乌龙面 不可以帮我打个广告 要付钱才有广告 没错 但我觉得 因为我们那时候 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对 三对三还没那么了解 所以比较笨一点 因为我们 没有利用我们有四个人的 就是情况下 然后去换人做调配 我们那时候就是 真的到很累的时候 然后才换一下 然后很累的时候才换 但是 后来其实打到最后面是 我们打 另外一个 absolute联赛的时候 我们是 每一波球权都换 就是不要到 最累的时候才换 这样子 你恢复的速度会 很快 然后你下去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马上喝水啊 然后如果到 下一个死球 你就马上上来 就是不管累不累 每个人都可以在 可以轮替的情况下去 轮替的话 体力的调配会更好 对 我也觉得 我也发现 蛮明显的 那个差别 就是 如果每次死球 我们都换人的话 大家可能 可能每次消耗 消耗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不会就是不会 一直低于 百分之五十的 那个体力的情况 然后 下去休息一下下 然后再上来 我觉得 那个感觉 回来的感觉 不会像 我们打到最累 再换的 那个差别 是蛮多的 对 因为你打到最累 你会想要休息到好 但你休息到好的时候 可能比赛已经结束了 然后你的队友 没得换 怎样下去 这五分钟 是吗 差不多 然后比赛大概 剩六分钟 上来已经独秒了 太好笑了 其实 我 如果讲到 三对三策略的话 其实我们在 我们第一次打 国泰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们 打到复赛跟决赛 我们有稍微自己 做出一些 自己的走位跟战术 我觉得 那时候我是发现 我们有几个 就是 进攻我是觉得 还蛮有 那叫什么 就是有策略性 嗯 就是我觉得有策略性 可以用在死球 发球之后的那一波 就特别是那一波 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为 只有那时候是 全部人都 占定位的时候 因为你如果 进球之后 其实 你要再占定位 然后再 一直喊战术 那其实 不太可能 因为我们之前 好像有试过要喊 但是 应该 我记得成效都不大 都是靠 就是临场的反应 去做 就是 应变的 对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可能 反正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 我们四个人 然后三个人 可以投三分 然后 若琪就是 他可以持球 进攻这样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我们 有打几波 就是 在死球之后 我们会 先做 先做hand off 然后可能 hand off直接接 投篮 或是直接接切入 然后 那个hand off的 那个人会 留在三分线 做一个 outlet pass 所以其实 那时候 墙边有两个 可以投的 机会点 然后 若边的话 看似若琪还是 若琪还是 配运在场上 我们就会 依照 他们的能力 去调整 就是他们站的位置 所以其实 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比较常用的 就是hand off hand off进攻 然后 找投篮 我们几乎 大概八成 都是找投篮吧 然后若琪就是 进去 碾压进去 对啊 而且 他 他直接 持球 进到低位 然后他可以 很快 就是分球的时候 空间很大 因为三对三的话 如果有个人 真的去协防 那个完全 三分空挡 就是会 很 投篮的时候 会蛮舒服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其实 因为你要从最里面 冲出去 对对对 那时候其实 我们就 可能矮了一点 但是 我觉得 能力的话 我们技术方面的话 我觉得我们是蛮 互相 就是互补 应该说 就算蛮 蛮平均的 不会 有哪一个人 就是 特别不能攻 或是 特别的不能 做什么事情 而且我觉得 我们那时候 防守算硬 还可以 对 还可以 还可以 就原来我有点 漏洞都还 还可以 撑得上去 对啊 其实 我们那时候 我觉得我们 其实 都一直就是 放那个 放切乳 比较多 嗯 因为我们好像 自己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其实 就是 像你说 三四年前 好像三对三 还没有那么 盛情 然后大家 也不太了解 就是对 那个战术 也没什么研究 所以 我们那时候 好像自己有发现 就是 就放一分 会比 对 放一分 头两分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 好像防守 如果真的被切的话 我们 有发现 不要花太多体力 去追那个 切乳的人 要不然其实 如果每一波 进攻 在防守端的话 我们都 一直去 想要守到最好 其实 那个体力 消耗也蛮大的 嗯 而且我觉得 如果你 三线再进去补 然后 人家又刚好 切入切进去 你刚好 外面就直接 一个大空档 给人家传出去 人家搞不好 那个就投进 这样子 你又 白得那一分 然后又被人家 多得一分 嗯 其实这个防守策略 还有另外一个优势 就是 可能 呃 他们切 然后 如果你 不追到底的话 让他们 上那个一分 其实 你可以直接 先偷跑去 三分线 抓那个空档 抓篮板 之后的空档 我看蛮多 就是世界的比赛 现在都 慢慢都是 这样子跑 所以 大家也都 变聪明了 不会去 有什么 多余的 三线 补位 大家都会 嗯 好好的去 抓自己的人 然后 再好好的 打一波进攻 这样 对啊 他们就是 大家现在也 很常 我看比赛 也是蛮常放 直接放掉 那个 切入上栏 得分 这种 就他们不会 花太多 呃 体力去追 或是 他们不会 放弃到 下一波 进攻的位置 然后去追 这些防守 我觉得 是现在 应该 三对三策略的 一个趋势吧 对 变成大家都 慢慢的 在抓 三对三的 各种的 算漏洞吗 就是 用他的 利用他的 规则去 做 很多很多的 变化 就是跟我们 之前打 国泰三对三 的最 差异最大的 地方 对 其实我 我觉得 三对三 Fever三对三 最好得分的方式 应该是转换 然后 其实 是有很多球队 会打转换 但是我觉得 我看过最好的 转换进攻 应该是 俄罗斯女兰 在奥运的时候 他们就是 他们的 球队是 四个 都是高的 然后 三个 三个很 可以投 三个很准 三分很准 然后一个是 很高的中 然后我看 他们的策略 几乎 都是 就是 他不管你 手多近 他就是 因为他很高 然后他们出手点 可能在 额头 或是在脸前面 所以他其实 一有空挡 他就直接拔起来 投 他也 就是 就算他不进几颗 到后面 他就突然开始 进三分的时候 那个 两分的 追分 或是两分的 得分 其实 对 对手压力 比你 一直 你桌上篮 或是你打地位 大很多 对啊 因为我觉得 他们一开始 两分 大家一直投 投不进 是算正常 因为你比赛 一开始还是要找 那个比赛的感觉 跟节奏 然后你后面 慢慢投 投出来了 应该就是会有那种 连续 会突然一直进吗 对 对对对 这种情况是 一定会出现的 因为你前面都 投那么多 有不进的 再来应该 就会慢慢找到 那个 出手的手感 跟速度 跟节奏 所以 后面准 然后分数 往上冲 我觉得三分 分数冲 真的是冲超快的 而且 你只要投 十 十一球比赛 就结束了 然后但如果你 上篮的话 你要上篮 二十一颗 你才会结束比赛 二十一颗 好像有点多 超多的 真的 对 省了一半的时间 没错 他 我觉得 这个也是跟 五对五 得分策略 比较不一样的 因为五对五 毕竟三分 两分是三分的 二分之三吗 是这样 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 OK 中文是 中文是三分之二 英文是先讲上面 再讲下面 所以 其实 你这样看 分数的话 其实 他们差距不会 太大 就是 如果你扣掉 命中率 然后扣掉 就是 投篮的容易度的话 其实 它两个差距 如果 是一个 很会投中距的 球员 然后它命中率 中距命中率很高 可能有的时候 效率还比 头三分好 但是 我觉得 三对三 比较不一样 因为 它 三对三分差 三分跟两分 就是差了 一倍 所以其实 那个策略性 就会 差很多 对啊 而且我还有 觉得在那个 罚球上面 你看 还有一般 五对五 就是一分 可是 三对三的一分 就等于 两分球 所以它 其实 就是 你在策略上 你也不可能 就是 会一直用 犯规来去 冻结 或者是 阻止 对方 得分 而且 在犯规的 尺度上 其实 三对三 跟五对五 其实也 差蛮多的 所以就会看到 三对三的 身体碰撞 是很大的 对 我发现 至少 至少我们打的 经历 还有 看到的比赛 我发现裁判都 就是对 handcheck也是 比较 松 他不太会 吹handcheck 然后 对上篮的 身体碰撞 也是 他的尺度 也是比 五对五 大很多 对啊 所以 就看到你要用 生命去撞人家 而且有时候 真的 用生命去撞人家 说不定 还买不到 犯规 所以 你只能 找到 最好的出手 跟 就是 不要打烂仗 因为 其实有时候 裁判也不买单 但是 五对五 看有些人 就是 很容易就 只要 比假动作 或者是 有一点点 身体接触 其实裁判 就会 吹犯规 嗯 他的尺度 是真的差蛮多的 而且 你说到 就是 硬撞 就是 用身体碰撞 一直去进攻 其实也是 在三对三上 消耗体能 很大的一个 就是 一个模式吧 因为 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在看比赛的时候 因为空间 很大 然后 你如果 其实如果位置都走对 然后 配合上面是 配合上面是 有做好的话 其实 要找进攻的 那个 进攻空间 其实 不是很困难 因为 毕竟 像你刚刚说 没有斜坊嘛 他 大家比较不会去 三线斜坊 或是 做 help side 所以 其实 三对三 在走位方面 如果 走得好 然后 大家传导得 好的话 其实那个 得分的空间 是很大的 对啊 而且如果 真的要 最后要拉出来 单打的话 你的队友 只要 把空间 拉出来给 持球的那个人 去进攻 基本上 就是 有点像在打 一打一 因为如果 你的队友 就是对手真的 突然的去写防 那你肯定 空档会很大 而且 其实 我觉得 在三对三的 部分 大家都已经是会挑 会投篮的人 所以 他的那个投篮 把握度 一定会很高 这样子 反而 得不偿识 对啊 虽然 但是虽然这样讲 我是觉得 五对五得分 还比较简单 对啊 我在打五对五的时候 而且你五对五的时候 有时候 你还可以在场上走路 三对三 你完全走不了 三对三 你 你接球 然后一发球 你就要马上压上去 你又不压上去 对对对 现在大家都会 抓那一拍去投篮 而且 你就算没劲 反正 12秒一下就过去 你也不能把球拿着 然后想说 把进攻时间耗掉 因为 12秒你耗完 还有很多时间 但五对五就不一样 你有时候把24秒花完 也是球队的另外一种策略 教练 教练宁愿你把球拿在手上24秒 也不要你去15或者是 对对对 提早去投那一颗球 去让对手还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去进攻 这两个就其实蛮大的差异 嗯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 因为其实三对三真的是 也是会比较需要好的身体素质吧 我觉得 因为五对五的话 有很多策略 然后很多 就是可以让防守分心的一些策略 所以其实五对五的话 你如果 就算你的身体素质没有比你前面那个人好 但是你可以用一些挡拆 或是用一些可能 呃 弱边的走位或是什么 去影响你的 就是防守 但是我觉得三对三 就是像你说的比较 呃 如果真的单打 就是很吃 一对一的技术 或是一对一方面的身体素质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差比较大的地方 对啊 而且五对五你可以也就是 真的放他一边 然后你们球队也知道说 诶他一定会放他走这一边 所以斜方的人一定要在这一拍来上 但是三对三 就真的没办法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五对五有教练在旁边喊 三对三是不能有教练在旁边指导的 所以你那个当下 就是你暂停的时候 你也只能所有人都围在一起 要想办法 等一下要在场上做什么事情 但是五对五你下去的时候 教练会帮你喊暂停啊 什么的 就说你要去哪边啊 他看到的东西也会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觉得三对三的暂停 就是比较像是休息 休息 然后加油打气 加油加油加油什么的 对啊 三对三的时候只能以球员 大家自己看到的东西去讲 但是其实你自己在打比赛的时候 看到的东西跟 如果你是观众 或是你是教练 站在旁边看到 就是那感觉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次叫暂停的时候 就大家休息一下 然后其实也没讲什么 对 完全没讲什么 然后就说 哎 等一下你去那边哪边干嘛的 然后就 可能就稍微讲一下下一波的站位而已 嗯 就只是好好的 或者换人 或者换人 对啊 对啊 就其实三对三的暂停也 就是真的是休息 休息居多啦 对啊对啊 可能不知道耶 除非 除非有的球员 因为 我是觉得 当 当你在比赛的时候 真的很难看到 一些细节 因为你 你专注的东西 可能是你 眼前看到的东西 但是你不可能 一直去想 就是所有人的站位 或是其他放手的站位 到底在哪 或是你看得到 但是你可能 就是 一暂停下来的时候 完全想 就是 不会有那个画面 你知道吗 你当下讲不出来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个 临场的反应就是 只能靠大家 在场上的那种 的 直接的反应 对对对 就是其实 赛后大家都想得到 但是你在 在比赛的当下的时候 你没办法去 思考那么多 而且 他也没有给你 那么多的时间 站停是不是只有 30秒啊 好像是 还是一分钟 而且重点是 又很累 然后又很热 你完全不想想 任何事 对啊 你完全就是 擦汗 喝水 加油 坐着休息一下 然后你的队主 就在你旁边 你也讲不了什么 真的 讲给队方听 等一下 等一下你去守他 他就说 哦好啊 你来守我 笑死 所以 就感觉 三对三 其实主体在 球员身上 五对五 其实还有 就是 教练啊 教练其实也 扮演了很 重要的一个角色 但是三对三 好像就不太行 所以其实我有点 纳闷的说 如果你一个国家队出去 然后教练只能 在旁边看比赛 他的心得是什么 不知道耶 我觉得其实 那些教练应该 要是那种 很会 做育 就是 赛前准备的那种教练 因为 他们还是可以 赛前要一次 怎么转弯 对对对对 就是可能在 比的前一天 就训练的时候 或是 在 shoot around 热身的时候 就是教练 就是要先 已经 关赛好 之后的对手 然后 要先做 赛前准备 因为 他在比赛的时候 也不能真的 就是也完全不能 讲什么 只能靠球员 记得东西去 就是执行 所以其实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 比较 着重于赛前的准备吧 赛前 然后跟赛后的检讨 好像也只能这样也 做不了太多事情 嗯 真的 那形式会跟 五对五差很多 对啊 因为五对五 你教练啊 然后 其实还有 整个教练团 助理教练啊 什么的都可以去 马上去反映说 比赛的时候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要 马上做出什么变化 这样子 就是 球员可以 可能上半场 结束的时候 还可以 有休息时间 下半场再 出来 检讨 然后修整 那三对三 就没有这个部分 对啊 像五对五 还有的时候 可能 我在场上 然后被换下来的时候 可能助理教练 还可以跟我说 哦 他刚刚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 我下次上去的时候 就可以记得他跟我讲的 需要做的调整 但是三对三完全没办法 就是 我觉得 如果有一天 某个球队就刚好 状况不好 或是 他刚好遇到不适合 他们对战的对手 就会突然打得很不顺 因为 你真的时间 十分钟而已 就要想到这么多东西 就会 就会很困难的 去做 场上的调整 对啊 对啊 但是我也觉得 这十分钟 也是有他 另外一个好处 就是 他其实是没有 垃圾时间的 你看五对五 你如果真的输了 二三十分了 他就是 可能第四节 就真的 有点像垃圾时间 然后 观众也不一定会 就是对比赛 这么的 就是投入 但你三对三 你不管差几分 你每一波进攻 看起来都好像 我们平手 我们平手 就算比分 这就是 21比1 你也会觉得 整场比赛都 超精彩的 嗯 因为毕竟 毕竟就算 分数差很大 那赢的那支队伍 也会想要 就是 一直去得分 然后 赶快结束比赛 对对对 提前结束比赛 但是 五对五的话 可能 如果有一支球队 已经赢很多 他们可能就会打 节奏比较慢 然后 可能会 就是 把进攻时间都用完 然后 找 比较好的 就是 也不一定会 每次都一直很拼命的 去进攻 但是三对三的话 就算 对手 差距比较大 那赢的那支球队 也会 一直去得分 一直去 就是 想办法赢得 就是快速 结束比赛 对啊 因为 你如果 给对手 机会的话 其实 说实在 你 分数差距很大 也是有机会 可以最坏 因为 他每一波 只有 12秒 你 如果你 赢很多 然后你把12秒 拖完 然后对方又进了 这样其实 分数差距会 慢慢的缩小 所以 在进攻的部分上 也是其实 完全 没有办法 用什么策略 去 拖延比赛而已 就只能 一直把分数 往上加 然后 看能不能 达到21分 然后 提早把比赛 结束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除了 以球员的角度 当然 以球员我们觉得 三对三 是 算难 然后 也是 因为 我觉得 三对三 跟五对五 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赛 就是可能 大家都会觉得 哦 就是篮球 但是其实 他在规则跟 他在策略上面 是完全 不一样的 一个 就是思考模式 跟做法 所以其实 这两个是 我觉得是完全 不一样的 运动 几乎 然后 以观众来看的话 我也觉得 差 差很多 就是 我觉得 三对三 我可以 十分钟都很 专注的 在看 因为可能 加上 加上暂停 或是加上 死球 可能 整场比赛 大概只有 二十分钟而已吧 从开始到结束 然后我就觉得 我每次看 三对三 我就觉得 蛮认真的 然后五对五 就会发现 有的时候 好像有点无聊 两次 真的 有时候就觉得 我觉得 嗯 你讲 我就觉得 五对五 有时候就 好像比赛 差不多了 然后就想说 好像可以走了 然后三对三 你就会一直看 他会不会逆转 他会不会逆转 然后你就一直 待在那边看 就算他们不会逆转 我也会想要看 那个 就是 赢了那支球队 怎么去进攻 跟得分 有时候也是很精彩 对啊 对啊 你完全不会去在意 分数版上的分数 我觉得记得 我印象这三是 我们比第一场的时候 我们跟国太打 然后最后比分是 21比3 但是我完全不会觉得说 我们输很多 因为比赛整个就是 就是很累 然后 你就是感觉 不要这样子讲 但是我觉得 就是很 很像那种 势均力敌的情况下 在打球 但是 你要撇开 你要撇开分数版上的分数 你不去看的话 你会觉得 这是一场 势均力敌的比赛 太好笑了 因为 两边 两边真的都 就是 花很多的体力 去比赛 他不会 他不会觉得说 打我们会 到特别特别的轻松 因为他也是要把 就是 把防守强度拉高 才可以 在分数上 这么的压制我们 所以 他完全不能 省力啊 对吧 真的 我觉得 笑 太好笑 刚才想到那个画面 真的 我已经 我已经有那个 之前比赛的画面 不知道 我觉得 三对三还是 我觉得比五对五更明显 就是身高 差距很 很有优势吧 对 因为身体 比较健啦 对对对 身高跟 就是身体碰撞 跟速度 我觉得就是 三对三 比较明显 会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 我觉得在 一开始啦 但是如果后面 打聪明一点 或是有策略一点的话 其实是可以 补助这一块 但是如果你有 好的身材优势 跟就是 好的 就是整个团队的话 而且其实我觉得 三对三的团队意识 其实要比五对五还要高 因为如果你只要 在场上 一个人卡住 你整个就会卡住 因为 如果你卡到 进攻持球的那个人 你等于 就是那波进攻就 没了 但是 五对五如果你 一个人卡住了 你至少 其他人还可以 想办法去救 还有 时间去 救这一波进攻 但三对三就没办法 如果你 三四波 一直这样卡住的话 其实就 很打击 整个球队的 就是 信心这样子 对 因为 虽然说五对五的空间 比较小 就是 呃 因为人比较多 所以每个人 站的空间 就是能够 站有的空间 比较小 但是 我觉得 五对五 已经到了一个 现在至少 大家都知道 要站在什么位置 但是三对三可能 算是比较新的一个运动 所以其实 我常常看比赛 或是 自己打的时候 也会发现 就是 你要很 专注 就是你是无球的话 还是要很专注的去看 你站的空间 是不是 呃 好的位置 因为 他的那空间感 跟五对五 差的比较多 所以其实 有时候 可能 五对五有 低脚射手嘛 啊 他就知道 他要站到低脚 但是 三对三不一定 那个位置是好的 所以 其实要用另外一个方式 去看 三对三的空间 我觉得 都是需要 会有一个 learning curve 就是需要学习的一段时间 才会比较了解 要站在什么位置 对啊 所以真的 三对三 看起来像 那种个人单打 但其实我觉得 他的 团队意识的部分 是比 五对五 还要来得高的 对 至少在 至少在现在前期的话 因为 大家可能 有的球员是 以前都是打五对五 然后去打三对三 所以 大家想 看球的方式 会是 以 大家最熟悉 五对五的方式 对对对 然后可能就会 踩在 不好的位置 或是 在三对三 不好的空间 所以都有可能 对啊 或是 只站在原地 或是 做一些 五对五会做的事情 但其实 三对三跟五对五 要做的事情 真的 完全的不太一样 对对对 然后最后 我想说 雨珊有没有 喜欢 我们两个各讲 三个喜欢的 三对三球员 我现在只想得出 两个 一个是 Kelsey Plum 他五对五 跟三对三 都超强的 然后 第二个是 日本的球员 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他的 你说 矮矮的 那个球员吗 对对对 就矮矮的 但是他 他好像 167吧 等我一下 我帮你查 他不高就对了 他也有打 他也有打五对五 他五对五也超强 对对对 我一下 我来帮你 及时搜寻 算说有点 他今年大亚 我看他也有打亚洲杯 好像 对没关系 这可以见 对 他会 他好像是 打完三对三之后 然后五对五 就突然爆强 真的 还是其实 不知道 我觉得日本的那种 日本的那个 训练方式 跟他们 培养球员的 模式 其实 可能他们都 两个都有见过 对啊 你在查的同事 我突然想到 我们有一场比赛 好 你先讲 那是什么比赛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有一次 后来我们也去 打了一次三对三 然后在新竹打着 然后那天比赛 风爆炸大 然后我们不是投 我们是用外线策略吗 我们投到一半 那个球直接 飘在空中 那个风 直接把我们的球 吹歪耶 不是 他是你投三分 然后你球出手 一般不是 球都直线吗 他是会到一个点 然后突然直接被 风直接移位 对 我们是看着球移位耶 全部人都傻眼 那天超傻眼的 那天真的很难打 因为 我们平常都是 以外线去 就是得分嘛 因为我们就想说 用两分去打 那结果两分 根本就没办法 那个风 直接把我们两分 都吹跑了 对啊 然后后来 我们只能用上篮 然后篮下 大家几乎后面 所有人都是这样打 因为 我们其实 中间想说 尝试一下 看可不可以 头歪的 结果 原本要进的球 直接风一个 这样子一吹 那球直接远离篮筐耶 真的 那天真的差 那天那个气候真的 害死我们了 应该 没错 还是新竹 风尘耶 超大的风 第一次见识 我找到 你喜欢球员的名字了 他是 Mai Yamamoto 我不知道他中文怎么翻 我也不知道 关系 他真的 他真的很强 你可以 听众 如果有听众 想看的话 可以看他 今年在亚洲杯 也是超强 但是虽然说 他没有持球三分啦 但是 在五对五 他没有持球三分 但是三对三 他真的 他什么 什么 持球情况 都可以偷 对啊 超强的 所以你只有两个吗 三对三 第三个 目前还没有 我查一下啊 就是 你问我的时候 我脑中 一片空白 浮现出的人 没有 浮现出的人 就是这两个 阿妮咧 那我的话 三对三 的话 应该第一 是 俄罗斯 之前奥运的球员 其实我也不记得他们 他们名字超难念 他们有一对 有一对双胞胎 然后 他们两个 就是他们两个名字都超长 所以 大家如果去找 俄罗斯奥运的 三对三 女篮 就会 找到他们 然后 他们两个我觉得 蛮强的 因为 他们身高 好像有190左右 然后 他们可以 偷 他们就是疯狂投 后侧步 三分 或是 直接运一球 然后 就是过档才就直接 或是过hand off 就直接拔起来 投三分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 优势 在三对三是 很大的 就是 以投篮 跟他们的身材 方面的话 我觉得 他们那时候 跟美国打的 也是很激烈 就是完全没有 输很多 所以我觉得 他们的 就算他们输很多 也看起来很激烈 跟我们打一样 21比3吗 没错 我完全不在意 一分百三的数字 比赛看起来很精彩啊 对啊 真的 然后 其他 三对三的话 哦 我知道了 我有 我有喜欢一个 台湾的球员 给你猜是谁 你应该猜得出 等一下 就三个啊 蛤 你直接讲好了 给你猜啊 快点 他是打 你说中华队的吗 还是 不是中华队的 就是 三对三 台湾 Absolute里面 有打 哦 我知道了 林玉书 没错 就是林玉书 诶 他真的超强 大家 有机会可以看 台湾Absolute的三对三 他是打 电信嘛 应该是 他是打电信 那队的 然后 他在三对三 因为他其实 五对五也很强 但是他五对五的话 就是 我觉得 他三对三 更能够发挥 他的所有的优势 就是他 你说他的 双手投篮还可以切入 对啊 他双手投篮 然后可以左手抱切 所以 他是我最喜欢 台湾 台湾 女人三对三的话 应该是我最喜欢的球员 所以 就是 俄罗斯的 两个 双胳胎姐妹 然后还有 玉书 是我最喜欢 三对三球员 真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比赛 最近好像也差不多 好像也有 决赛可以看吧 Absolute 好像还没结束 所以大家 对 三对三比赛有兴趣的 都可以去 看一下 OK 希望 今天 我跟玉珊 三对三的分享 大家 有收获 获到一点东西吧 因为 好像我们也没有讲什么 我们每次好像都乱讲 然后乱聊天 但是 我觉得 三对三是 一个 很 我觉得 以观众角度来看 是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 因为 那时候 我有看 Fever的 三对三 跟 就是 台湾 Absolute的比赛 我都觉得 每一场都很刺激 所以 观众有兴趣的话 可以直接 YouTube上就有很多 三对三的比赛 一些Fever的比赛 都看得到 所以 可以上网 去 关注一下 三对三的比赛 那我们 下礼拜 可能会有 神秘嘉宾 上我们的节目 所以 记得 关注我们 的 播客 在平台上 关注播客 还有在 IG上面 也可以看到 我们的一些讯息 那今天 就到这边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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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客